天津比赛其实除了短跑比赛非常精彩之外 市场跳远也是同样精彩分成的 今天给他我介绍的是在2018年进行的国际田林世界挑战赛男子跳远决赛的比赛 而今天给他我介绍的主角就是来自古巴的爱切瓦里亚 别看瓦里亚现在只是一位19岁的小将 但是他已经取得了不少世界跳远冠军 瓦里亚成获得2018年国际田林世界市内紧妙赛男子跳远冠军等等 瓦里亚也成为田径史上最年轻的男子跳远冠军 而本场比赛瓦里亚的最大竞争对手就是来自南非的漫游家 比赛开始后瓦里亚第一跳就爆发了 第一跳瓦里亚就跳出了8米40的成绩占据第一的位置 而后瓦里亚越战越勇 第二跳跳出了8米54的成绩 第三跳更是跳出了8米66的成绩 最终瓦里亚凭借着8米66的成绩无悬念夺购了 而漫游家凭借着8米31获得亚军